左水溪每一年估计有五千万地方多公尺的续沙 由于溪流而冲到溪口 由于沙力很小,形成了飘沙 再由海浪带回了海岸,构成了广大面积的沙滩 地势较高的地方,经过气风的吹动,形成沙丘 将内陆移动,危害很大 即使聚集在溪床内的续沙 也因为本省溪流大部分时间是干枯 所以在冬季季风期内也渐渐难移而造成了灾害 农货会在中央加速农村建设计划下 拨出了新台币2250万元,增成三期 在台湾沿海地带加强营造海岸防风林和耕地防风林 以抑制季风所造成的大量飞沙 减少沙淹没了排水系统 田地房屋跟农舍 另外正在佐水溪口许抽辽一带 沙丘的前面配合造林计划 兴建了提防3700万元